因為最近媽媽上去就剛過世 都令我想起一個問題 就是媽媽的過世究竟我是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我是用句號的形容些甚麼? 以及用開始形容些甚麼呢? 我想從實人的角度的眼光 去怎樣看我媽媽的過世這件事 當中也有很多的反思 我是在我媽媽過世的期間 我有些甚麼是做得不夠好 是否應該要做得好些呢? 我回看整件事 其實好像在不知不覺中間 神是在帶領我 我在兩年前其實我心裡 在信仰裡有些反思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著手幫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讀書不多 雖然是我帶她回教會信耶穌 她很多事都不太清楚 我怎樣在信仰裡幫她 她更加對神有信心 更加去依靠這位的神 因為我之前做了一些事 有些方法去幫助我媽媽 尤其是在她病的期間 她一發現她的肝肝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腫瘤的時候 我更加在這方面去做多一點點 讓她的心裡更加去依靠神 即是以前我做了這件事 其實神是在不知不覺中帶領我去幫助我 幫我媽媽在信仰裡 更加去依靠這位神 在這件事之前 我自己覺得是 我這個信心裡有一個突破 就是我對神的象徵是有一定的信心 雖然我的事都不太懂 也都不是很多很挑戰的經歷 但是我覺得在我的工作裡 我感覺到神是一個很超然的 去掌管一齊 在這個過程裡 其實是要我學走一個功課 就是一個信心的功課 這個信心的功課裡面 我需要去信 那個信是什麼呢 就是信神 是供應我的生活 是會帶領我生活的 我記得我在兩年前 我完結了那份工作 終於是完結了我 那份工作我完結了 我必須要找一個新的工作 其實對於我自己經濟環境 家裡來說 我會有很大的壓力 即是供我兒子讀書 又要供樓 和楊家做很大的壓力 但是在那段期間裡 我自己就想一下 其實是否神帶領我 是幫我 是否神真的會供應我 我自己敢去想這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是 我曾經發生過兩次的事 就是有一些都是跟工作有關 我第一次我記得 就是當我想耶穌保留 在這個位置我自己讀 很清楚 就是要將新腳的聖經 很快讀一次 就是 讀完之後 我都扣了一本聖經 接著我自己問 究竟會發生甚麼事 即是我已經完成了 好像這個計劃那樣 那樣 我第一次問我 你何時找到工作做的 我扣了一本聖經 然後我自己很直覺地告訴你 我找到工作 真是找到工作 很快就馬上找到 第二件事 就是因為有個姊妹 一天給我一本書 我看完之後 心靈有很大的突破 也是這樣 接著我又是 在我辭了一份工作之後 我本來是想 自己去做另一位的事 我真的 但是這個路走不通 但這次又是這樣去 即是又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這次來到第三次 我自己又是怎樣去 面對前面這條路 我自己就去看回神 其實祂是否供應我 其實祂是否帶領我 我自己有用一些方法去預備 除了祈禱 我就是希望預備 自己的心靈裡面 有沒有這個突破 我買一本書來看 那樣 我因為 在這段期間 我因為 在求神 去幫我這件事 那我內心又有一個 很戰敬的心 是保持一個信心 去面對這件事 那樣 我記得我和我之前教會的 那位弟兄說 我相信我看表書 阿神就會讓我找到一份工作 但結果 我真的 我看完 即我找工作 我一直找工作 自己有時間 又不用去祈禱 上網看 一些資料 幫自己的信心 幫自己對神的認識 但又相當奇妙 就是我差不多找到公書 我就開始 第一次就說 你試公安 我有一份新的工作 給你試 那我計算的時間 又是相當奇妙的事 就是 要等多久才有 我都是計算的時間 要等多久 剛剛好 就是40天 一天都沒有多 一天都沒有數 就是Exactly 就是40天 那我就開始試第一份工作 那試裡面 然後我覺得 原來好像是神掌管 砌一砌 我試這份工作 我就很開心 但是就要一個 簽約的時間 就是試之後 我給你試 不一定是做的 那我試工的時候 我的老闆 我的同事 其實都 對我都幾好 他們很想我做這份工作 那 似乎他們都很幫助我去 這份工作 但我喜歡過一些關頭 他是阿鼎的老闆 最研究的歌 這樣才可以做這份工作 那 但是呢 在第二次 他再見我的老闆的時候 似乎就不太順利 他給了很多的刁難我 知道我之前有很多的工作經驗 那他覺得我會不會 在這份工作裡面去 會影響他的工作 影響著他持高的目標 和他的計劃 我覺得他有很多的持累 就給了很多的挑戰 給我 那 但是又很好 我知道同事幫我 他怎樣去完成我自己的計劃 那 就是他幫到我 那 我又很快完成了 他要求我做事 又做了給他 那 中間的過程 就 我覺得 就好像很多的刁難 還有 還有面對其他 工作上的 那些是不順利 那些 就是很多的挑戰給我 那 如果一般人想 我第一件事 我很清楚告訴你 神真是聽我祈禱 神真是為我安排 大家可以走這條路 那 走這條路 但是走到中間 為何會有這麼多的挑戰給我 會阻礙到我呢 就是這樣 那 那 可能我一般人 可能會這樣想 但是我自己 我可能在網上看到 神對我們的要求 其實神對 我們都有一個要求 是要那個信心 就是要對祂的信任 神有事實在這樣 考驗我們 那我覺得我自己 都可以維持到 這個的信心 那面對這麼多 這麼無理 還有這麼巧合 好像在人角度看來 黑仔那些 那些 那我覺得我自己 都不去懷疑神 都繼續保持那個信心 沒有半點的懷疑 那 我看回 就是四十年前的神 補多個月給我 但為何我維持那個信心 就有一些去寧修 那些去祈禱 那 為何我看到他 原來神不帶你這麼好 就是安排在一些 可以將一些 完全反轉回的 一些情況 我雖然經理這個環境 找工作都不是太好 但神可以讓我反轉 找到我 那份我這麼合謀的工作 我覺得是 那 然後 神又不想幫我 我覺得神是 透過一些詩 透過一些歌 去安排我的 幫我維持我的信心 像是義牧師一樣 即是說 你怎麼祈禱 我經常都在這麼好的狀態 那神真的會給我一些詩歌 我以前真的 之前我真的不喜歡聽 經常教我的詩歌 真的不聽 很少唱 那 真的給我一兩首詩歌 我就透過一兩首詩歌 我一次兩至三次 可能聽很多次 幾個小時都是在這種狀況 即是一兩個小時都是在這種狀況 但很開心 我感到了神的愛 神是非常之好 非常有大能 第一階段 就是神可以幫我 第二階段 我會面對很多困難 但神也給了很多詩歌 那些歌非常好 還有非常漂亮的歌詞 我很喜歡聽 我一直這樣聽 信心 對神 很相信神 真的不會計算錯 神是絕對有能 祂會保護我 去幫助我 我真的會這樣聽 又會享受 那我整件事 在四十天之前 四十天之後 四十天 開始我找到公司 四十天之後 其實神 就是 後來我最後 我得到我的工作 但為何他給了這麼多難處 來挑戰我呢 但我覺得我沒有失敗 因為我沒有懷疑到神 而神最後沒有問題 就是反轉 老闆對我 改觀 就是他請我 和他對我 去看 對我一些地方都應對我 中間他經歷到什麼 除了神給我很多師公 我對他更加認識 更加有信心 才會呢 其實我之前 我面對很多困難 很多難處 我自己頂到 大壓力的地方 我真的頂不住 我都不知道 跟著會怎樣 或者你突然間 將一件好好的人 給我突然間 一下子就拿走了 我也不知道 他會不會和我簽約 因為發生一些事情 我今天在神院祈禱 我記得那時候 我發了一個夢很有趣 就是 那個夢就是 我做了很大的壓力 但是 我發現 我只是休息 也不是晚上 我跪起一個人祈禱 我祈禱也很累 有人頂上去睡覺 跟著 就是 跟著 我完成了一個夢 其實那個夢很簡單 就是 報索了那個風格 他沒有死 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會講詳細那麼多 那時間之後 我的壓力就是 由百分之一 就一直跌跌跌跌 即是馬上就輕散了 結果 那些事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遲遲之後 我就會 發一些好 令我 即是有時候睡覺 他會發一些夢 我不介紹是日夢 但是那個夢 令你非常愉快 還有 那個 就是很清晰的 就是相當清晰的 就是相當清晰 有一連串 有很多 每次的夢給我 我覺得 這個有機會是 出自神的 很多人很開心的 例如我發現一種 只是生了兩種 果子出來 有同題子 還有四方的橙 類似的 即是醒了之後 你要知道是怎樣 我自己解得通 一醒就知道是甚麼意思 這個是 我面對那個困難 我自己是保持信心 去祈求神 就出現了這一連串 我的夢 那就是 看回 其實我們都是在尋求神 可能帶領了我去走他那邊 我知道的 但是他為甚麼要這樣帶領呢 其實可能需要我們 一個生命的回應神 需要有一個成長和進步 就是我自己這樣理解 其實我們是要去 保持這個信心 是不可以我發育 而對他有信心 你一定要這樣 持守這個信心 最近 二律師說 可能因為要持續地 處理生命的問題 我覺得我自己都希望 其實可以進一步 去怎樣去處理生命的問題 就是 譬如今晚五師說 你怎樣想到神 怎樣好 你怎樣去感激翻身 我自己想過 就是聖明所結的果子 有九日的果子 即是 人類喜樂和平 隱藍等等 那九日 我自己嘗試一下 其實我每天裡面 可不可以更喜樂 去面對神對神教的信心呢 我可不可以 譬如說 那個老闆這樣對我 說我 罵我 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 博他 我只不過 昨晚 情況真的不是這樣 我只不過吃了死 不是這樣 我沒有博他 我解釋了他 就算了 那我又不會 背後揍了他 罵他 又不會說 神啊為何會發生這種事 我又不會這樣 質疑神 我自己覺得 會不會在我心裡 其實都是 面對每一件事發生 我都好像是 用一個忍耐的心 一個恩慈 一個溫柔等等 這種心 那個態度 去面對我身邊發生的 每一件事 我自己都嘗試 會不會這樣去做 其實我自己看 不久 短一點幾日間 我自己嘗試 但我發覺 一件事 其實真的不容置 譬如你 教兒子 或者是 他做的事 做得不好 你說他 你不要這樣 你 不容置 和一個信任 對他 其實真的不容易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 要慢慢去調子一下 譬如說 他成真不好 你做錯了一件事 很自然的直覺 就會罵他 但其實在罵他 其實本身就是 沒有了他忍耐 我很清楚告訴他 你為何會發生這種事 不要帶有一個負面的情緒 去教他 和罵他 這是我自己去學習 和操練的地方 我覺得 神一步是在帶領我 我自己嘗試 如何回應神 就是用這個 我又沒有用一些 不是太好的態度去回應 期望神 即是期望自己 用一個正確的態度 去回應神 發生這種事 謝謝神 我問你 過程中 你自己覺得如何 過程中 那個主題 可能不是 那個POWER 可能未必 那麼清晰 POWER 那你覺得 你可以怎樣改善 改善呢 改善呢 就是 如果我自己要做 我平時 我會把它 寫聽 就是用POINT寫一次 寫出來 寫出來 寫出來的POINT 究竟是怎樣去 這樣 這樣是好一點的 是的 其實就算我們一個 很自由的分享也好 我們如果 時間許可 就把那些重點 寫一個POINT 或者是 腦裏面有個 Idea 寫一個POINT 因為當你 那些意念 好像持續持續 好像 一樣又去 一樣 又去第三項 的時候 就會失去那個主要的 就是 在那個過程 其實我見到你那個表達能力是好的 就是你文革的路 表達這些出來 那我就覺得 那個主題好像 走來走去 還有你前面講得很長 都是講到你 那個過程 你祈禱 看聖經藥 跟著之後怎樣改變 那我覺得 那裡 你有很多細節 不需要講 因為事實上 很多人聽 就是對你來說 是很真實 但是對他沒有人來說 是 什麼來的呢 是不太清晰的 嗯 因為你的經歷 跟別人的經歷是不同的 所以 這個呢 都是我們要簡短的地方 那另外 我鼓勵你提議 你改善呢 就是放一些感情 哇 實際這麼好 Alai 就是有些感情的回應 這個是我們去表達的時候 一種學習來的 我也是 為一些感情的回憶